大家好,今天第一次在这个YouTube录节目 我是中国的,我这边现在中国这边网络信息管得很严 我把这个重点写上 我这个节目主要说,第一点就说中国的实证信息 因为中国很多东西不能说,说了你传不上去 然后我试着传一下这个外国的,我们中国管这个YouTube叫油管 就第一点说下实证信息,中国网络管得很严 我这个微博说了那个学校,中国学校吃转接食品可能导致这个不孕不育的事情 然后我微博就被封了 然后我发现崔永元的微博也被封了 然后还有就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说点大事 中国现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 然后上下不合 就是上下不合,什么人我也不说了 我这个节目争取不吹也不嗨 不要像一些这个境外的中国人在这个境外把那个中国这个共产党说的很夸张 太这个夸张 虽然它也符合事实 但是我这边还在国内,不敢说太过分 上下不合 所以很多人,不管是这个体制的捍卫者还是这个体制的反反对者 都 都什么呀 都想让 都不想让 就这么说吧 都不想让 这个政权更好 都不想让这个政权好 很多人 我这里就说一下 然后 还有这个历史的比喻 历史的 历史的这个 镜子 就是说现在 现在像这个中国历史上 那哪一个那个时候啊 东汉末年 啊 东汉末年 我就什么瘟疫啊 啊 什么农民军起义啊 啊 还有什么这个干旱什么的 还有那个什么石藏士之乱什么 反正是一堆东西的 然后最后没几年那个 东汉就灭亡了 迎来了这个三国时代 啊 这个 你说这个石藏士跟中国这个 藏伟是不是有点像啊 然后 中国这个 就是说有本书叫历史的教训 说这个 人人类历史上很多大事情都很相似 有很多事情就会重演一遍 不会完全的 重复 但是会大体的重复啊 所以这个现在有一点像是东汉末年 然后那个还有明朝末年啊 啊 等等 都挺像的是吧 明朝末年啊 也是没有钱了 后面又 呃 就就怎么回事 也有点像啊 很多人家里 然后经济跟那个资讯的事情啊 啊 这个下面来是在这个经济资讯就是 啊 黄虫 黄虫 啊 啊 听说的 我也是梳理的信息啊 从那个境外其他地方的数 啊 从多个地方啊 进入中国 就很厉害的那个黄灾 从那个中东发起的 啊 听说从西藏啊 什么新疆啊 云南那 进入中国 而中国还没报啊 中国这边 还没报道 所以呢 所以就是 呃 我现在看好一个股票 就是 看好这个 呃 农药 股票啊 我这里就说一下这个股票 这股票我这边一直开着是吧 这几天股市跌的很惨是吧 呃 股市跌很惨 这股票我不是推荐让你买 我这里就说一下啊 这个我这个属于提前预警 因为中国这边还没什么炒出的农药的股票 是吧 哎 这黄虫也进啊 而这个 这个 改朝换代的时候 这个天下 大乱的时候 粮食是最重要的啊 粮食是最重要的这个资产 那比黄金还重要 所以这个粮食问题 国家肯定会重点这个关注 我这里说一个农药股票 还有很多 你像这个阳龙化工 阳龙化工是吧 我说的大陆的A股 啊 它这也是跌 但是这个股票 我没选 因为它这个盘子挺大的 啊 我觉得它是个中盘股 它也不是大盘股 它就是一个中盘股吧 我这里给大家画上啊 我这个它这里是200亿的市值 啊 200多亿的市值 所以它是个中盘股 它是农药的 啊 什么草干林的 就是能这个 杀杀这个 害虫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 但是它这个业绩是挺好的 财务报表挺好看的啊 它是财务报表 各方面估值也不高啊 精资产收益率啊 挺高的 然后 现金流等各方面都不错啊 这个属于 属于这个 还有实力的一家企业 但是我更看好的是这一个 叫江山股份 它也是农药 它业绩也挺好啊 市盈率也是十几倍不到20倍 然后它 我觉得最好它市值很小 它这个市值是60多亿 60多亿的话 它就很容易 拉升很容易涨 然后 呃 它这个也是 除草剂杀虫剂啊 还有滤减 滤减好像跟消毒剂有点关系 呃 所以这个我是更看好的 这个 我这就说一下 不是说是这个推荐你买这个股票啊 这股票我觉得值得炒作一下 会会稍微涨一下 你别看现在股市的跌的挺多 中国这个政府在托底啊 中国 中国政府对 A股 托底 什么叫托底啊 就不让它跌 不让股市跌太多 啊 政府 怎么样 啊 政府在这个 政府在这个 控制这个股市 不让它跌太多 所以 我觉得跌太多也不用害怕 中国政府现在还不至于 呃 就是控制不了这个经济 控制不了股市 然后就是 还不至于到那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跌多了 我觉得 这个农药的股票挺好的 啊 好不好 好以后再说我第一次上传节目啊 今天就说这么多 好 再见